球场风云多变化,精彩赛事抢先说,大家好,我是球老师,在正门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订阅,谢谢大家。 勇士发生巨变,汤普森首发位置不保,怀斯曼将被下放致发展联盟。 NBA上赛季的总冠军勇士队在本赛季开赛后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球队以往所擅长的团队进攻和顶级的防守正在逐渐消失,球队仅靠库里一人在苦苦之称。 勇士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困境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格林拳击普尔事件导致球队的内部出现了问题,格林从此不敢在场上和场下大吼队友进行防守,队友之间减少了沟通。 然后是克莱汤普森和普尔在新赛季开赛后的状态非常低迷,克莱汤普森在攻防两端都退步明显,克莱汤普森在本赛季场均只能得到14.7分,投篮命中率仅有35%。 3分球命中率也只有33%,而且克莱汤普森在防守端也会被对方球员刻意针对,克莱汤普森已经难以跟上对方后卫球员的突破速度,他成为了勇士的防守漏洞。 虽然克莱汤普森状态非常糟糕,但是主教练科尔也依旧信任他,一直让他出任首发,但是这一情况也许会在未来发生转变,因为普尔在本赛季的第二阵容显得非常挣扎。 组织传球不是他的强项,这让他无法专注于进攻,但是一旦普尔回归首发阵容,他就又能打出非常出色的进攻。 普尔在对阵马次比赛中首发当场,看下了赛季新高的36分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为尤库里、维金斯、格林的存在,普尔在首发阵容中所遭遇的防守压力会小很多,而且普尔也不需要去组织传球,他只需要专注于进攻就行。 如果克莱汤普森还不能找回状态,那么他的首发位置可能会被普尔所取代。 被视为勇士未来内线核心的怀斯曼在近期遭到了主教练科尔的弃用,科尔已经对怀斯曼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决定将怀斯曼下方之发展联盟断裂。 这也是怀斯曼最后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罗斯曼是下课倒计时,胡人满整体即将归来,美媒报三方交易。 北京时间11月15日,NBA常规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各支球队都在为季后赛席位而厮杀,经过半个多月的进程。 各支球队可为几家欢喜几家仇,即有豪门球队跌下神坛,也有年轻球队逆流而上。 经济体育的魅力在这座舞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甚至伤病以及突如其来的更衣式矛盾也不断充斥着这座充满惊喜与意外的舞台,令这座充满传奇的舞台增添了新的变数与惊喜。 胡人作为一支冠军球队,新赛季接连遭遇两波五连败,一度令胡人成为仅次于火箭的垃圾球队。 除了球队战绩的不佳,伤病也一直充斥着这支王者之势。 近期,胡人在战胜篮网之后,胡人方面再度传来好消息,据悉,詹姆斯吉可能在11月19日迎来回归,而施罗德与伦赖恩特也即将在一到两场比赛后迎来回归。 三人的回归,对于胡人来说,将是巨大的提升,毕竟施罗德作为板凳匪徒可以给球队提供巨大的火力输出,布莱伦特作为中锋,也可以提升球队内线的实力。 詹姆斯无须多说,他的回归对于胡人将意义重大,见识,胡人新赛即将受持此迎来完整体的胡人,这对于胡人整体实力将是巨大的提升。 三人的回归,令胡人能否迎来逆袭,重返巅峰将值得期待。 尼克斯作为大城市球队,休赛期,尼克斯也是大动作不断,尽管密切尔的交易未能成功,但布伦森等球星的注入,对于尼克斯而言,也将是实力大幅度提升。 但兵强马撞的尼克斯,却在新赛季依然没能打出纸面实力,仅举得6胜7负的战绩,这对于尼克斯而言无疑是无法接受的结果。 据悉,据SMY记者Ean Beckley报道,汤姆,西伯度可能面临着下课的风险。 很明显,球队战绩不佳,主帅背锅在这座联盟,自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那时已然成为新赛季第一个T最高扬,而西伯度极可能不难是后尘。 毕竟,尼克斯的豪华战舰,在西伯度手中并未打出极致的呈现,而且胜率也没有达到预期。 而如果尼克斯继续低迷,并无法打出于整体实力对应的超强级战力。 作为主帅的西伯度极可能成为那时之后,第二位下课的功勋主帅,再度为球队的落魄买单。 每眉报三方交易,胡人,火箭双赢威绍成牺牲品,胡人作为一支冠军球队,新赛季接连遭遇连败,令胡人已经跌入谷底,交易已然成为胡人唯一的选择。 毕竟,球队经过两个赛季的证明,已经验证三巨头夺冠可能性微乎起微,将三巨头解体,令球队产生新的改变,将成为胡人接下来唯一的变数。 然而三巨头之中,威少显然是需要交易的那名球员,也是胡人心心念念最为嫌弃的球员,送走威少已然成为胡人心腹大患。 近日,媒媒爆料,步行者,火箭,胡人正在为自由市场上关于里福斯等球星的交易方案进行沟通与协商。 具体方案如下,胡人得到特纳,希尔德,埃里克,戈登。 火箭得到布里塞特,克里斯蒂,步行者的2025年首轮,胡人的2023年次轮。 步行者得到威斯布鲁克,里福斯,胡人的2027年首轮,胡人的2029年首轮。 对于胡人来说,特纳的到来,可以提升胡人内线整体的高度以及护矿能力,领球队内线实力大幅度提升,希尔德作为神射手。 不仅外线实力出色,可以弥补胡人在外线的软肋,冲击力以及组织能力也可以减缓詹姆斯的压力。 戈登作为最佳第六人,可以成为球队板凳匪徒,令胡人在轮转阵容时,依然保持巨大的战斗力,令球队阵容深度以及球队整体实力都得到巨大的提升。 对于火箭来说,两名年轻人可以提升球队极战力,并为重建储备年轻力量,加速球队的重建速度。 两个首轮签可以储备年轻筹码,为球队的重建储备力量,加速球队的崛起,为球队早日复苏积攒能量,也将令火箭可以拥有更多的年轻力量,令火箭有望实现复苏,甚至重返巅峰。 这比较易对于步行者来说,威少赛季结束合同到期,可以为球队巨大的薪资空间,离福斯极为年轻,可以成为日后球队的年轻力量,加速球队的重建。 两个首轮签,为球队重建积攒筹码,可以令步行者在选秀大会上有所作为,赢得未来,为日后的重建,积攒更多的能量,为球队崛起储备年轻力量。 疯狂拖后腿,勇士争合成全队唯一复分,科尔重用他惨遭狠狠打脸。 等赛季的NBA联赛常规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在胜安东米耀马次队和魏冕冠军金咒勇士队之间有一场恶战,在伦续了克莱、汤普森的情况之下,勇士队还是凭借更强的团队发挥以132比95击败了马次队。 图文、史蒂芬·库里和库明佳、兰姆等人的出色表现,让勇士队早早确定了赢球的结果并最终狂突马次37分。 令人关注的是,勇士队大胜马次37分的背后,核心内线怀斯曼只有负四的正负值让科尔也被狠狠打脸。 在这场比赛中,勇士队虽然首发的四大主力库里、维金斯、格林与鲁尼的进攻手感一般,但是普尔一人把整个首发的得分都拉动起来了。 克莱·汤普森缺席后,普尔首发出战一人独得36分三次抢断。 库里·庆松得到16分5个篮板和5次助攻,维金斯得到10分和4个篮板,格林得到4分7个篮板和6次助攻。 替补席方面,兰姆高校得到17分,顾明佳也有15分的数据进账。 马次队面对勇士队的防守,全场不足40%的命中率是输球的根本。 比赛一开始,勇士队就用更强的进攻取得了两枚树的领先。 马次队的进攻在勇士队的防守之下艰难得分,勇士队加强得分在第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到了41分,马次队宣告投降。 勇士队最终毫无悬念屠杀了马次队37分之多,格尔一直没有放弃怀斯曼,但是后者确实不争气。 尽管勇士队赢得了马次队37分,但怀斯曼的正负值只有负四。 也就是说,怀斯曼是全队唯一一个拖后腿的球员。 勇士队曾经考虑过在交易中摆上怀斯曼,从而换来更强的极战力或者重建筹码。 但是,格尔等人似乎还是期待怀斯曼的成长。 知识、图文、库明加、兰姆等人率先迎来了自己的天赋对线。 接下来鲍德温、罗林斯等人应该也会在短时间内融入球队的战术体系。 所以,怀斯曼经过了两个赛季的打磨之后,与勇士队的战术体系却渐行渐远。 勇士队的阵容厚度和冠军精神仍然存在,但是克莱·汤普森、史蒂芬、库里与追梦格林的年龄摆在这里, 格尔需要寻找接班人。 而怀斯曼的个人特点显然与勇士队是不兼容的存在, 其还是需要更多的内线战术地位与球权。 但这不是科尔的战术体系能够提供的。 或许可以说,怀斯曼这两年基本都是荒废的状态。 毕竟科尔即便让怀斯曼强行融入勇士队的战术体系, 未来可能连鲁尼的上限都达不到。 而怀斯曼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 对于现在的勇士队的战术体系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后续,科尔大概率会含泪放弃怀斯曼, 从而交易他并换来更强的集战力或者颇奖选秀权。 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